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克什梦 行到一天 在韩巴街 中文字幕 我的習慣是會邊打邊量溫度的情況 加完鹼之後我們加牛奶 倒的時候不要攪拌 所以我一直在前吊 到鹼跟倒水到牛奶的時候不要攪拌 這是為了安全起見 那我們今天會調兩個顏色 一個是紅麴 一個是貝蔥炭 一個是橘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橘色 一斤 一一二二千 一個是橘色 三個是橘色 三個是橘色 一有橘色 然後是橘色 然後一對橘色 三個是橘色 有橘色 要緊貼 多攪一點時間,然後就散掉 這個是非常好 好,來 放個加金油 就行了 今天主要要來示範的是造型模 九宮格造型模 我們要怎麼倒它才會表面有顏色 它會是比較流動的感覺 然後沒有氣泡,或是說它的紋路會比較漂亮 那這種九宮格造型模 你要倒它,我覺得最重要掌握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模,你看它雕得這麼漂亮 不管它再美,美的比黎智玲還要美 都不要理它 你要無視它的圖案的時候,你就會倒的 如果你越是看這個模的圖案 你就會被它迷惑 你就會下手就會有所遲疑 那我們先用一個,沒有調顏色 我們叫它造液 那有調顏色,我們叫它色液 那我們先來用造液這一個 這一個顏色 就是原來造的顏色沒有調色的 我們先來倒其中一個 先倒這個 邊邊這個 先倒一點點就好 有一種倒法是你先鋪一點點 好 好 那我們知道渲染有一種是用沖的方式 那你先倒一點照液進去之後 然後你再用調合顏色的色液 這是一種 好 讓它能夠沖到裡面去 這是一種 好 那另外一種 來,就是 我剛才講過 你不要看它 你不要看它的 不要看它的圖案 好,那就是你隨便按照你的 隨便按照你的意思道 你可以從這個角落 好 那我再倒照液 然後我就開始往旁邊 往它的旁邊 從它旁邊倒 那我再用黑色的這個 一樣 稍微交疊它一點點 然後再從旁邊 好 做一半了都記得 抖一下 好 那再來還有一種 很多人會問說 今天倒什麼顏色 其實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我們剛才是 先倒橘色 再來是白色 再來是黑色 那我反過來 如果我先倒黑色 不小心滴掉 好 那我從不同的地方 好,那我來 再倒照液 好,記住 你不要看那個膜裡面長什麼樣子 不管它是什麼造型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方形就好 好,那還有一種 假如有一種方式是 你可以 就像你之前倒 渲染的 渲染的倒法 來,我一次刪個 來,我一次刪個 好,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只倒一半 我只倒一半 我只倒一半 你看我一直在 把我那個膜抖一抖 其實這個是 為了讓它那個 泡泡不夠消掉的 做法 還有一種就是 你可以從中間這個地方倒 一樣記住 你不要被裡面的圖案給迷惑了 當裡面是方形的就好 好,現在都只做一半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會用 照意把它全部補上 補後面的後半段 好,那這個時候一樣 隨便倒 好,反正把它倒完就好 稍微看一下它的那個高度 不要倒超過的 好,它現在越來越濃縮了 好,幫它按個摩 幫它按個摩 好,幫它按摩 因為照意比較濃縮 所以速度要加快 好,快點 我們要做一個 好,幫它按摩 好,很明顯 可以 好,快點 好,快點 好,可以 很快 好 有一些 好 果然 可以 很快 在旁邊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